翻新房子秘籍 追密六个装修要点 你装修的钱发挥到它的最大价值了吗 我发现啊 有的业主要么把房子弄成了驴粪袋 表面光 要么就是过度装修 钱没烧花 最后也没多卖多少钱 一飞今天就帮您总结 最应该装修的几个地方 最后一点 最重要 能轻松帮您节省几万块钱 您这都节省几万块了 帮一飞点个赞 关注一下 不过分吧 第一个 就是粉刷墙壁 咱们出门 就算没有名牌傍身 至少也得洗把脸吧 女孩也得化个妆吧 如果咱们的装修预算有限 粉刷一下墙壁 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尤其是一进门的墙壁 和楼梯道 这种手接触的比较多的地方 颜色吧 是个人喜好 别种想着标新利益 你喜欢的颜色 不等于别人也喜欢 你就选择白色或者灰色 这种百大色就对了 买家以后 就算他想换颜色 也会很容易的被盖上 第二个 灯具开关插座 这三样东西 如果处理不好 是最显房子老的物件 买家如果觉得房子太老 那人就跑了 老式挂灯 会显得天蓬很低 您就换成那种 亚马逊的吸顶灯就行了 一百块钱六个 不到二十块钱一个 经济实惠 太有岁月苍苍感的 开关面板和插座 最好您能换成普通的白色开关 配合新粉刷的墙壁 干净整齐 第三个 洗手间 洗手间可以说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地方 因为家里人都会用啊 而且一进去就是沉浸式的铁 您不用担心洗手间装修好了 跟外边陈旧的地板啊 发黄的墙壁啊 搁搁不入 反差越大 越能带给买家惊喜 您花在洗手间里头 每一分钱 以后都不会浪费 洗手间是最能带给卖家收益的装修 没有质疑 第四个 厨房和家用电器 换厨房的缺点啊 就是开销大 有时候连家用电器都得一起跟着换 依非见过新换过的 现代的厨房 结果配了一套最便宜的白皮家用电器 这家用电器就是鸡类 那些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的房子 你换了个厨房之后 就相当于换了个头 换了个头 是投资回报笔 仅次于洗手间的地方 第五个 地板和地脚线 你要换完上面四样东西 如果手里还有点预算 可以考虑更换地板还有地脚线 换地板一定要换地脚线 您可以不做啊 但别想着省这点钱 地下室 咱们一律用vinyl的 房子好安装 大众认可度还高 楼上一定一定不要用那种便宜的贴门地板 像工程墓啊 实墓地板呢 现在真的没有贵多少 而且您看上去还高大 买家认可度也高 咱们房子熟售钱搞装修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 你要么就别弄 你要弄了 就别让人家买回来之后 还要再给他拆了 对吧 第六个 这个最重要啊 就是您啥也别做 把装修的钱留给买家 如果咱钱包不富裕 那干脆就啥也别干 不如把钱啊 留给下一任的买家 比如一飞前两天刚卖了这个65万的房子 旁边装修好的房子 也就卖了74万五 如果要装修成他这个样子 像屋顶啊 电线啊 空调啊 厨房 洗手间 全都要更换 打底也要十几万了 您就算能卖到75万 它又能怎么样呢 能到卖家手里的钱 才是您真正能赚到的钱吧 您不如把钱省下来 给新的买家 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您觉得一飞说的对不 您还有什么不同见解 咱们评论区来聊聊 我是一飞 你身边的地产经济 咱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